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总统府也承认了这些车辆只属于总统府 当日所有相关勤务的车辆确实都是由总统府世卫市的特勤人员去做统一的调度跟派车 当日调度的车辆里面确实也有包括有特勤中心的车辆 有世卫市的车辆 也有向总统府所借用的车辆 特勤单位看来真的是螺丝掉满地了 那么最新的人事消息就是要由邱国震来接任国安局长 那么他之前是退辅会主委 很多人说这个官差能够再重新翻红变成国安局长 也算是蛮特别的 最主要据说是他治军非常的严明 我们就要带您来回顾这一起非常夸张的香烟走私案了 为什么呢 因为竟然是五渡五关吗 根据了解其实当时军情局的吴宗宪少校下单之后 这些香烟被送到了华膳仓储里面的时候 当时这些作业人员就觉得说好奇怪 因为数量异常太过庞大了 那么另外一个异常点是 这些烟怎么会装到货柜里面去呢 因为其实这些烟通常来讲应该是放在小推车 送上飞机才对 所以当时作业员也觉得很异常 第三点就是这些后来在总统搬机快要回来的时候 就把这些货柜给拉到停机平去了 可是明明总统搬机是一个入境的航班 怎么会有这个货柜要上机呢 也让作业人员觉得很异常 那么再来就是这些这个烟的贵号 根本不在卸在表当中 因为总统回来的按理来说 表定是有九个货柜 但是怎么多了五个呢 也让这个华航的作业员觉得太奇怪了 最后是他们装箱卸箱到了一半的时候 竟然有国安局的人员派人来说 你们不用忙了 我们来搬就好 这五点当时都让这个华航的地勤人觉得太过奇怪了 但是怎么能够五渡五关 通通都顺利过关了 难道说没有所谓的后面有高层在指点有可能吗 我们想请教一下有志哥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都说这吴宗宪他肯定是一个戴罪羔羊 因为不可能他一个人能够指手遮天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所以说呢 是不是上级只是他要团购 所以似同作战人物少校可以拒绝吗 吴宗宪就是一个办案的断点 因为他也是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以前社会经文堂讲的那个肉杖桃 那个肉杖桃你把他抓起来以后 整个挂都会起来了 这个一定要变断点 如果不变断点上面全部都糟糕了 所以他一定要用最重的罪来判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案子你用贪污制罪条例来办 我以社会记者的角度来讲真的中了 真的中了 会用这么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设断点 到他为止 尽管他交出来的名单 以他做断点下面交出来的名单 就不会是完全真实了 这是很多要脱罪的方法律师的策略 通常都是这样 第二个你会看得出来国安局长下台 你会看过有哪一个国安局长 国安局长等一下问竞平 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怎么会轻易的因为9800条香烟下台 我觉得那个比例原则差太多了 史上只有两个国安局长因案下台 第一个叫做蔡朝明 因为什么案 319枪击案 第二个就是彭胜竹 因为722走私烟案 你不觉得这两个案子 你怎么比都比例原则很怪 因为319枪击案下台合不合理 因为你没有把总统保护好 因为7229800条香烟下台 为什么 一样跟吴宗献的功能一模一样 就是断点 这样国安局长下台 你们就没有人再有意见 推出去扛责任的 对 你们就没有话讲了 这两个一拔掉之后 骂杖桃一拿掉 下面的骂掌就可以四散了 大家赶快骂掌收一收 该断的该有的任何策略 全部把它盖住就没事了 可是现在有很多点 其实可以抓出来的 譬如说 我们查出来一个吴宗献 可以刷600多万 那我以前 不是319枪击案以弹追人吗 以枪追人 那可不可以以他的以前追人 有没有可能 可能645万 差点已经刷在那边了 对不对 是谁让他刷的 这个头就是一个好头 因为这不可能跑得掉 谁可以帮忙 金管会 金管会现在是谁的 民进党的 所以你很难再去查下去了 金管会会会不会帮这个忙 李玉山银行帮我 把整个刷卡记录还有整个核销 为什么会提高额度的经过交出来 他不做这事就没事了 银行法规定银行不能随便交这些资料 除非金管会出面去要这个资料 不可能 你国安局长都已经断点了 金管会要出什么时候 那接下来其他的东西 包括645万 你刚刚说的这五条 五大一点五条线 收网太快了 如果再往后再放出去 一路跟 跟到了总统府 然后整个发出去 或都已经唱或唱出去了之后 那条线就更好查了 那有没有可能检调人员 再把后面这条线补足 那就是所谓办案的黑块 如果再把它填满的时候 那整个犯罪系统都连起来 全部都可以出来了 很快就看我们有没有办法 去办这样子的东西 甚至你有没有可能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 那个国务记要废案是怎么办的 就从几个总统府的情感路线 对不对 什么叶美丽 常常出入总统府帮忙收发票 罗太太不是也有什么 跟几个朋友大家什么 从来都是总统府里面 跟谁很好出的事情 一路办到一个这么大的案子 那马英九我们的事情没有 马英九拒绝总统府 跟外面的人有所有接触 但是现在我们不觉得 又闻到那种 你感觉很好 我跟你很好 你跟我是闺蜜 我跟你是谁那种味道 如果国民党团愿意 从这条线去查出来 可能会变成历史上 第二次总统府出现的大弊案 就看国民党团 有没有这个威力 所以其实金流都在那里 如果从金管会下手去查 一定可以再查出更多的线索 只是要不要查而已 另外您刚刚提到一个 也蛮奇怪的 一般来说 我们看走私的毒品 如果说调查局要去抓他们交易 一定是人赃俱获 收网 对不对 一个出了钱另外一个出了毒品 两个人都在现场一起抓住 但这次 这烟还没有到这些人的手中 竟然就已经把这个答案给曝光了 接下来好像有点查不下去 怪怪的 而且总统府一直现在释放出讯息 就是说这是以往的漏袭 那是一个以前的漏袭 历史工业 历史工业 但是其实原因自己想 这个是漏袭还是犯罪 那个叫犯罪 既然你都已经参污制罪条例来办了 怎么会是漏袭 所以他的断点第三个就是 用漏袭来指挥办案 所以检调收到了总统府这个消息 已经定调了 这叫做漏袭 到时候他用贪污制罪条例 通常案子你用杀人罪案 到时候变成伤害罪 很常常会有这种状况 贪污制罪条例后来就用走私 20万50万交一交没事 又没了 所以这案子千万真的要靠 真的立委 现在如果有国民党团还在里头 还有各个委员会的影响力 应该要为老百姓追出一点东西 我要补充 如果是漏袭的话 那真是现在的做法 是倾出于栏 更胜于栏 因为我是至少在四位来宾里面 我是唯一一个跟这个马英九总统 出访过中南美洲 至少三次的随行的采访记者 那时候你有没有拿到烟 你可以带烟进来吗 我在机上买过免税商品 那我也看过特勤人员 买过免税商品 但是当时的这个马英九政府时期的 总统府世卫长跟副世卫长 都被交代 纪律严明到 世卫长副世卫长都下令 特勤人员在这个专机上 回国的时候 长途这样子跟着总统 这个好几天一个多礼拜执勤 那风尘扑扑的回到台湾 有些可以开始休假 轮休之类 他难免可以买一些免税商品 免税品带回去给自己的家里 你的这个亲人 妻小老婆 太太女朋友可以 但是当时被要求 只能买一些什么 精品类的 比如说手表啦 项链啦 那个一些精品饰品之类的 不准买烟跟酒 不准碰 所以当时我们在 世卫长直接下令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出国的时候 那个专机上 这个一定飞机 就跟一般的飞机 出国跟回国 那个空服人员 都会有一些这个 免税品销售时间 所以当时我们就会拿着 免税品的免税单 还有那个 他的那个塔克鲁古目录来看 然后当时我也有看到 特勤人员就拿去看 然后他们就有长官说 交代不准买烟跟酒 所以直接是在飞机上买 而且我要强调 是人出去了 然后回国的时候 在飞机上买 才能够顺便这个 然后空服人员 再把这个 那个免税商品准备好 那为什么我说清楚于来 是现在连飞机 都不用飞出去 在11号 蔡英文总统出国以前 就可以先下单 当然现在是网络的时代 可是我觉得奇怪 我08年09年10年 那两三年跟现在19年 不过差个9年10年的这个时间 马上就网络到 快速到这个 这个航空公司已经可以 你没出国都可以先网络下单 可以下单就600多万 然后就9000多条 而且还可以买烟品 以前是不能买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发生事情就说 这是以前的一点小福利 回来买一点小东西 人质场景 可是这种福利扩大为 刚刚这个有志所形容的 变成一种犯罪 而且变成可以先预售 然后变成五度五官 然后浑然不知 然后甚至有这种 被人家觉得 好像你在赚中间的利差的时候 这个就非常的不可取 所以如果说过去 也曾经这样的一个习惯 现在也有 可是过去不是像你这样 大规模变成一个做生意 好像钱出去或进来 国安发大财那种情况 以前不会有这种想法跟观念 怎么现在变成这么好像 将本求利大发力士 所以永和世卫市 真的是历史流明 因为他们太会创新了 竟然有这样的创新的 一个最新的走私的方法 是我们的永和世卫市 发明出来的 不过我也想请教一下静平 因为其实根据 吴宗献少校的说法 他说似乎是因为担心 蔡英文总统没有连任的话 永和世卫市会被解散 所以这次要做一票大的 这个倒是 可能吴宗献讲出来 是为了保护他自己 跟保护上面的长官的话 但是也说明了 这一群人的焦虑 似乎有菜吃菜 当没菜吃的时候 可能改吃鱼了 那能在吃鱼的时候 能不能顺顺利利的 还有像以前这样的一个 这几年的光景不知道 所以就大捞一笔 然后已经数量暴增到 9800条 甚至已经到1万条 几十箱上 成十上百箱 那其实永和世卫市 这个时候 你想想看 一个小小的吴宗献少校 比他资深的长官 因为他是行政官 比他资深的长官 有这个中校上校 甚至少将中将都有 比如说詹英文总统的 这个永和世卫市 他的警卫市就有 内卫市主任外卫市主任 内卫市主任林国卿少将 外卫市主任 这个陈毅夫少将 都是资深的这个军官 那永和世卫市 他是属于 国安局特勤中心 底下的一个机构 底下的一个 专门保护元首 总统的这个警卫市 那另外一个 就是和平警卫市 就是法务部副总统 这个陈建仁 每次都会成立两个 不见得国安局 还有国安局下面的特勤中心 特勤中心下面的永和世卫市 国安局跟特勤中心 这上面的两层机构 都不见得敢管 这个永和世卫市 因为如果你打探说 你们去哪里 你们做了什么 你干嘛 你这不是在打探 总统的行中吗 所以是不是被长官 被老板惯坏了之后 他们的这种习性 再加上以前我刚讲的说 如果是他们养成 已久的这个习性 认为说明年反正选举 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变天 如果有变天的可能的话 是不是这时候 不大撈特撈一笔 然后光是这个 吴宗献本人就被人家传出 他不抽烟 但是他个人却定了 自己的三千条 我是说那个团购名单上 大家一起团购嘛 包括华航还有传出 他自己的人头就定了三千条 其他还有什么 他叫出来那个几十个名单 里面都有第一些 包括还有买这个化妆品 就像华航那两个贵妇 一个这个黄姓的空姐 跟资深的这个地形的 黄姓的那个 董姓的资深的这个地形 空服人员 他们都有买这些东西 而且买的都十几万 所以这些人夹杂在里面 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说 你就是因为跟华航 还有包括永和世卫市 国安局特医中心几下 这一群大内禁卫军 这是总统 等于是天子脚下的禁卫军 在这边干着天子眼皮底下 完全看不到的勾当 然后又在下上 跟华航的这个高层 内神通外鬼 否则怎么能够把这些烟品 华航第一开始 他们在11号下单的时候 还没有东西 还要到全省全台湾 在各地通路信交商去调货 调好了货之后的通知他 还要放到那个华航子公司 下面的华航 华航舱的这个华舱 他的一个保税仓库 这个都是要很有利的人士 VVIP 我听听讲叫VVIP 超级VIP才能有这个资格 放到那边 然后再把这个五个专柜 因为蔡英文总统回国之后 总统专地里面只有九个专柜 怎么会九个专柜的 专门用的货柜 又多出了五个 而且那五个货柜 是在飞机拉到了 B9的这个停机坪 国门停机坪的时候 总统要发表这个 抵达国门的这个谈话的时候 那五个专用的货柜 就已经等在飞机下面 飞机上面还有九个 那九个跟这个五个货柜的 他的序号又不一样 他的这个卸载的变号也不同 难怪让这些地勤的处理人员 一开始觉得很奇怪 等到国安局人员来说 你们没事了 我觉得我好像是在看一些古装剧 和看一些电影 你们没事了 然后换着一些人 穿着地勤的服装 你们走吧 这我们来处理 万一连那九个总统的专柜 也被调包的话 那还得了 所以这国安局特别的东西 螺丝松道不可思议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把人家赶走之后 他们来处理 然后调查局的人 我也佩服他们 收到检举之后守株待兔 因为他们对国安局之间是叠对叠 国安局其实是八大情治机关之首 这个有字一定很清楚 他们是统合所有台湾 国内所有情治机关 那调查局又不能跟国安局讲 因为调查局每日的情资 要给国安局汇整 国安局的情资汇整 大家的情资再给总统看 那这个时候 调查局掌握了这个情资 你会不会跟国安局讲 你跟国安局讲 不是国安局知道的吗 所以我相信调查局在第一层 一定把这个情资隐匿了 这个丽娜我们今天要 明天要去跟踪 这个情资不要跟国安局讲 我们先去 你现在看那种电影谍对谍 调查局跟国安局谍对谍 然后在外面的 机场附近的航站南路去埋伏 等到车子舞台或者 这个总统府派出或者出来了 蓝车赶快收出来人张避祸 人才抓到这一起走私的大案 所以你不觉得说 这一起自家人反自家人 就好像我们真的在看电影里面 这样一个是港片之前 一部很流行的韩站 自家人斗自家人 那种精彩绝论 下次可以考虑找电影公司 拍成电影 这部片如果不拍出来 就对不起我们台湾的 影视产业的发展 实在是太精彩的剧本了 不过我也想请教一下丽娜 因为其实真的是蛮夸张的 就是说这件事情看得出来 有很多很多力量的介入 包括了华航 是不是还在说谎呢 因为如果没有华航的放水的话 什么东西可以放得进 这个华膳仓储的保税仓库里面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很夸张 因为其实上网是买不到烟跟酒的 那这笔订单到底是华航的谁 帮忙他们去下的订单呢 是 刚刚讲到 靖平讲到说 到底这个部分 他 现在目前的状况 是不是就是 真的就是 调查局跟我们国安局的部分 是互相分开的 但我感觉上 事实上如果没有黄国昌的爆料 也许这一段 这一段到后面怎么发展不一样 但是我也觉得有可能 调查局也是为了要安立委的心 然后在这一段 这一段 非不得已的状况底下 他只好去 在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止血 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都发现 他事实上 他可以再晚一点点再查 他可能会查得更多 那为什么在这个点上 他就把它咔掉了呢 是不是 对 已经知道如果再晚一点 他会掩盖不住的东西会更多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之前是谁庇护他们 之前是谁庇护他们 让他们可以做这些事 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很多的帮手 这里面不是 谁的背景那么硬 不是有这么多的帮手 有可能就是吴中宪一个人 然后他就说 打电话说我要订多少 大概一万条的香烟 然后这样就可以订得了吗 我们大家都可以试着 去打电话看看 那我们明天打电话 看看黄航要不要给我们订 不可能吧 如果说以他的管道来讲的话 那如果不可能 有没有别人去讲了 是谁给他们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可以订一个 就是本来在他的网购上面 是不行的项目 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 打电话去说我要买香烟 为什么他可以 所以一定是华航内部高层 对不对 华航内部高层是谁 那有没有人应该会说出来 就说是谁 那如果到这个时候 你就告诉我说就没有了 就只有到这里 那民众要不要相信他 到底谁应该要出来解释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华善的这个保税仓库 华善空除的董事长叶绝兰 是不是应该出来解释一下 东西是怎么进去的呢 另外这一次总统专机的 这个主要的主导的任务的 就是华航的资深副总罗亚美 他曾经是邱逸仁的基要 还有一个负责免税品的 他是这个华航空评部的副总邱章信 这么刚好 他是民进党立委邱逸仁的包地 那么尤其是这个罗亚美 据说2016年小英专机出访的时候 在这个飞机上看到他很亲切 喊他一声小美 就小美这两个字 据说让他马上从子公司的经理 可以说是四级跳变成了母公司的资深副总 Lina 罗亚美的故事大家也都听过了 那他是邱逸仁的基要 然后从邱逸仁的基要 一路上面这样子上来 其实前面做的都是政治相关的工作 那但是能够升到 现在到了资深副总的这个位置 而且是在华航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特殊关系 真的也很困难 那从这整个过程里头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个东西要进到华山去 放到华山去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保税区 那保税区就是我必须 什么东西都必须要有记录的 就像你任何东西进了海关 那要出来要领货 它都是有一定的程序的 所以你保税区的东西 它照道理来讲都要有记录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订了货在这个地方原封不动 等到那个飞机 总统的飞机再飞回来的时候 你再把它拉出来以后 然后重新好像把它当成 它飞出去再回来一样 然后再让它领货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充分的 华航内部授权 从订货一直到华山的配合 是没有办法的 但所以华航内部最大的这个 就是去授益的人是谁 华航里面所接到这个命令 愿意去执行的人是谁 这些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人讲 所以从那个吴忠宪的点 就要去断掉 所有的民众能够信服他吗 所以刚刚有字讲的 是陋习还是犯罪的这件事情 是谁说了算 是谁说了算 那如果说总统府 从现在解释就要一直讲说 他是从以前马总统的时候 就是陋习到现在 那所有的民众所看到的 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是陋习 其他的人如果做了以后 将来也都没事吗 尤其是在总统府里头 是不是 那如果是犯罪 他的定义如果是犯罪的话 那总统你要不要查 这件事情就变得严重了 所以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华航的这个整个系统里头 的确充斥着很多人 都跟现在很多的系统里面 是有强而有力的连接度的人 那这些人是不是有可能 他去当时做了一个 就是上面的受益 让这件事情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能够行得通 那所以这些人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被点名出来 我们所知道的是 50个人去做了团购 这50个人名单所有的大众 也都不清楚是谁 那为什么这50个人可以团购 他又是谁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 闺蜜系统的产生 贵太太 然后可能连接的就是在华航内部 还有很多的人士 那甚至还有没有可能 更高层的部分 形成一个闺蜜系统的可能性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它竟然可以大剌剌的 从我们国家的这个 在海关的这个后门里头 自由的进出 这种的状况该怎么处理 等于说我们整个国安的系统 海防的系统 已经都是整个瓦解的状况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严重 应该不只是漏洗而已 所以该办的 我奉劝大家还是要办下去 所有应该要承担责任的人 应该要给人民一个解释 所以就50个人的团购名单 恐怕还不是最终的名单 因为吴忠信一个人 订了3000条的香烟 不过讲到贵妇团 这个名单目前看不出有贵妇团 倒是看出有两个华航的 这个地勤的人员吗 怎么也跟着一起买了许多的 包括像是包养品 化妆品等等的精品呢 这真的是好让人羡慕 其实我这次也刚好出国 然后出国的时候 我也刚好遇到吴忠信献哥 然后献哥还给了我一张 他签名照 所以我国外朋友 始终献妃比终献 可同一个人 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一口咬定 一定就是终于天王吴忠信 因为不可能是国安局 结果你知道多丢脸 真的 所以我觉得722 可以定为国耻日的 真的让人觉得 毫不可思议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这群人 敢做这样子的事情 表示他们觉得没什么 表示他不觉得是犯罪 他才会去这样做 那我觉得社会风气败坏 到这样子的地步 真的是小的不管 出现一个大纰漏 然后我觉得 我很尊敬国军弟兄 可是我现在真的 已经不知道 这个军人弟兄在做什么了 以前我们听到说米虫 我们觉得心里很不舍 可是你看现在国军 不是走私 然后就是看直升机 在人家的农舍上盘旋 我真的不懂 到底现在的农舍 这个军人弟兄在做什么 我到底要怎么在辩护 这两个字米虫 还是说是不是因为军工 叫18%拿掉了 所以才要去赚一些 这个银头小利 我就真的是很不能理解 可能是上级命令 似同作战任务 所以什么奇怪的命令 都要服从 也只能follow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吴宗憲少校 他是一举称名天下之 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综艺天王 吴宗憲在开直播的时候 网友就不停跟他说 憲哥可不可以帮我买烟 刚刚有问问说 香烟要不要 可不可以跟你买 我在聊香烟 那个不是啦 不要啦 要赶名而已 赶名而已 对啦 他有啦 还用你的照片 对啦 香烟没有 香烟没有 去窗市买啦 馆长帮你骂 OK OK 没问题 跟他们都没有 没有任何仇恶 没有啦 对啊 人家就会讲 我们趁一点热度 对啊 不要紧 互相嘛 人捧人捧上天嘛 对啦 我们已经过得很多 我们更多的感情 因为呢 我们的名字一样 让吴宗献也是在这一次呢 变成了大家开玩笑的对象 但是这特勤牌香烟 有这么容易可以买到的吗 这个有志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9200多条算是蛮多的啦 但是一般人可是买不到的 这个做法呢 因为量太大了 所以搞到变成是 要进到一个保税的仓库里面来放 这个是永和世卫 是创新的 最新的犯罪手法 其实说真的 我应该没有进到整个航空区域 我刚刚左边这两个一定比我了解多 一个空姐 一个桃园是那个议员 他应该比我更了解更多 对 因为你看如果说没有被拦下的话 这批货就是直接送到总统官邸的 而且远宜你相信只有一次而已吗 而且会这么大的量 9200条 那个是五个货柜的概念 你要进行这么大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真的很难 我反而觉得这些9200条给我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公务员的无奈 他们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呢 怎么会把自己糟蹋到这种地步 愿意去做这样子 他难道不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公务员事件 也是这个样子 捷运 台北捷运 因为台北捷运不是那个 他们自己刷卡出去嗶嗶 会帮忙折扣吗 因为自己人嘛 那我会故意说 我通过的时候 然后刷卡 然后故意让他不过 然后拿去你那个站 然后说归零 然后就出去 一天A个25块 一天A个35块 结果后来被办了 那时候我在社会去 北极组跟我讲说这条新闻的时候 我说25块也要办人家 我才有那个概念 贪污不分任何金额 总共查出来几百个 所有几百个人 全部依贪污治罪条例移送法办 就只是因为他帮人家过那个捷运 25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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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是贪污 贪污没有大跟小 你只要A国家的钱就在贪污 那这些公务人员孰令自知 第一就刚刚讲的 我已经搞这么久了 我搞这么多年了 现在剩下最后几天可以搞了 我得赶快搞 要不然他说我的老板没有了 我怎么搞下去 第二他要不要搞关系 因为现在整个被民进党 把公务人员的尊严弄到荡然无存 所以现在公务人员没有尊严可言 他知道他以后退休之后 不再有这么多钱 可以让他自己安生立命 有些公务人员就贪一些小便宜 因为第一 民进党执政这些公务人员 绑手绑脚 我要升官发财 一定要靠上面的长官 你没有任何裙带关系 我怎么升 民进党全部绑得死死的 不是新潮流系的 你没有跟新潮流有关系 你滑航进得去 你没有跟局系有关系 劳工系统你进得去 没有跟其他的政国会系统有关 台中你进得去 这民进党全部绑得死死的 所以这些公务人员 上面一个交代下来 你不办吗 那你怎么进国安系统 你告诉我 你有怎么升官 怎么升迁 我绝对没办法 所以他们愿意挺而走 好 我接了 我接了 我接了之后 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跟台北捷运 这一百多个官员一样 被移送法办 不管了 我先干了再说 结果一个倒霉 吴宗宪 当然他比我们献哥帅很多 所以献哥你也不要太加 总之在我平良心讲 他比你帅 第一点是这个 第二点是 你看这些公务人员 我们台湾不是应该高薪养莲吗 让这些公务人员 可以安心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环境 让这一格吴宗宪 愿意挺而走 而且去搞这9800条香烟 然后让自己现在 依贪污治罪条例 加上走私条例 加上还有什么 被吸什么 好几个罪名 这搞一搞 如果真的 当然以后一定会缺制 真的全判下来 二三十年 一个公务人员 为了帮长官停这些香烟 后面有50座的大佛菩萨 说你给我办这个 然后他愿意变成这样子 公务人员的尊严 到底有没有 这才是我看到最担心的 整个都没有了 国家到底现在在干嘛 没有 没做事 全部在做关系 但至于他整个体系 会变得这么的紧密 我觉得丽拉一开 比我更清楚 因为刚刚我看到那个空厨 那个华善 我终于了解了 因为曾经有电影拍 要偷渡某一些东西 是放到厨房 我想说奇怪 偷渡 而且几个社会新闻 插到走私毒犯罪的东西 都从空厨 我想说奇怪 我刚懂了 原来是这个样子 丽拉又起思考听 原来那个是一个好地方 真的吗 我补充一下好了 就是说因为 大家如果在飞机上 那个餐点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这个餐点 要进到飞机上 或者说你要从飞机上的东西 要卸下来 其实是极度 有很严谨的一个制度在 而且有这个官房的问题 所以你这个通常就是在这个 东西如果要送到 这个海关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严格的 检查的这个官罩 所以很多的这个 就是在这个空厨的部分 就是华善这个 通常都在机场的旁边而已 然后它在机场的旁边 它视同是在这个海关的 内部的部分 那所以呢 它里面的东西 可以直接就是做完了以后 就直接上飞机来 就不用再检查 又住官入外 对 它就是本来前面的程序 就结束 然后它后续制作完了之后 就直接上了那个飞机 所以我今天可能就是 五斤大白菜 那如果夹其他的东西 也没人知道 因为在管制区别 来讲是不会这样 对不对 那怎么夹带进去 那就是海关上面出了问题了 对不对 就是有9800条香烟 夹带了变成青菜在里头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9800条香烟 从这个华航调度过来之后 这个东西怎么可以放在那里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它要放在那个地方 除非有很重要的人指示说 好 它那个货物可以放在那里 否则任何人也不敢把这些货物 放在保税区里面 瞑目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怎么放在保税区内呢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一路上来 所有的这些关卡都需要高层的人员来做打点 如果没有高层的人员的配合 这些行为完全都做不到 完全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说其实你看 如果没有所谓华航的高层的配合的话 怎么有可能把东西放到空除去呢 所以这一点 现在据说交通部长林佳龙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华航两天了 还没有办法把报告交出去 现在最近消息是说 这个次长王国财要进驻华航了 要来把这件事情给调查清楚 不过讲到这个总统专机 就有人想到说 其实过去有一个总统 很会善家利用总统专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陈水点前总统 那么事实上 曾经也发生过 包括像是陈志忠 订婚的下聘的时候 是带着亲朋好友要搭空军一号 而且是很便宜的价格 他们家是有出钱的 君君怎么看 其实这件事情我又好羡慕了 现在真的是 真的小事不管好 一定就会出大疲漏 像刚刚讲到香烟的事情 然后胃口也被越痒越大了 现在就是走私贪污 然后跟团购傻傻分不清楚 有人为了要淡化这个事情 还讲说这只是大型的团购 像现在总统专机 然后拿来做迎亲嫁娶 也可以说它是一件小事 我们让总统瞎啪一下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气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最讨厌权贵 不就是也是这样吗 那国民党我们不喜欢的原因也就是这样 可是现在看起来绿色的好像真的是青出于蓝 所以真的一定要改变一下社会风气 让我们的整个社会风气如果要再端正 其实会非常非常困难 不希望像菲律宾这样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靖平 因为你知道国安局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都很厉害每天在监听的 结果这一次他们被调查局盯上了 毫无所惜 像这样的国安人员 真能够把国安工作给办好吗 这个就像真实版的台湾无间道 这个国安局他在干这种 见不得日格勾档 然后调查局接获了时代力量的这个主席 他的老婆传给这个黄国昌 然后检举到北极组 北极站去了之后 然后开始去布线 然后开始去抓 追踪 然后用守住代入最土法练钢的方式 因为他不能大拉拉去跟这个检察官报告 申请这个搜索令 然后如何又干嘛 又跑到这个闯入这个国安重地的机场 还有一个禁区 因为这个东西连国安局的一般的人 都不见得能够进得去 所以当调查局又是属于国安局下面的统合机构 他其实他的地位 他是法务部调查局 他的位阶跟国安局要这个二级上将 然后这个政务官 或者是他跟这个国安会秘书长 其实的位阶都在这个国安会秘书长下面一点点 其实他的这个位阶在调查局之上 所以当调查局接到这个情职 他要去把这个案子破掉 然后要把这个抓出来 几个相关的人 又要像刚刚一开始 我们在节目讲的这个断点 有之所提到的是不是只出在那个张恒佳 或者是吴宗憲少校的这个身上 你要把他厘清楚的时候 还真是为难了这个调查局 尤其我一开始提到他那个情知 每天还要汇报给国安局 中间这一段还不能先给国安局知道 否则全部都曝了光 你怎么去查 所以当这个事情 我相信国安局一定会怀恨在心 一定会找日后 这个有机会报老鼠冤报回来 想尽办法 这个看你调查局怎么样 因为国安局本来就是在地方上 他各有单位 调查局在各地都有调查官 他也都要去问情知 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地方名嘴 甚至地方人事议员都要打交道 他的人手比较多 后来出了一个连政署的时候 抢了他们的不少功 虽然让调查局一度蛮不爽眼红 但没办法 然后现在上面又有国安局 国安局其实在机场也有人 在各地方也都有人 那国安局的人也是要负责情知 也是要去打套一些交情 要问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现在准备大选的 选举情知问在野党的 调查局跟国安局都有肩负这样一个任务 那现在调查局突然破了这个案子 那被洗脸的单位是国安局 你想想看 对于下半年 半年之内的 准备要大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两个单位还有诚信合作吗 你弄了我 我还要跟你合作 然后结果你在总统面前抢功 然后让我们的局长被拔掉了 那现在我们可能要大整队 来一个新风学椅这样的一个 这个可能大地震 让你们调查局在那边看好戏 但看在国安局的人里面 心里一定很不舒服 而且重点是 国安局有庞大的这个情治监听机构 那怎么没有监听到自己的调查局 还是他的监听的力量 我懂了 监听的力量都被当时的 前几天拿去 这个谢龙建议员不是有讲吗 拿去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花在这个对付韩国瑜 阵营跟韩国瑜的韩粉身上 以至于没有控理调查局 所以你看吧 国安局你正式不做 这个时候被你自己人弄了 活该你现在很懊悔了吧 损兵折将赔了一个这个局长 然后现在还被调查局抢功 然后变成总统姐妹的红人 你这一肚子就还不舒服 之前还不容易 采用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大数据 让国安局国安会 很这个走路有丰盛 总统很欣赏一样 现在呢怎么办 这个妈咪传岛飞 对啦 因为之前那个事物在上丢笔事件 你知不知道 调查局有个副处长下台 对 就是国安局弄他的 那现在你弄我的处长 他们常常这样弄来弄去 弄我的弄你局长 你都局长被我弄下来 就接近平刚刚了 你弄我局长 我下次 所以大家注意力 真的不要放在韩国瑜身上 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要关心的好吗 不过韩国瑜又被黑了 因为他去为了视察登革日 爬到了树上去了 但是怎么又被黑了一顿呢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大雨积水过后 韩国瑜市长在今天 非常的努力 要来视察的就是登革日的防疫 到底有没有做好呢 结果你可以看到他身轻如燕 竟然就爬上了一棵 两层楼高的一个大树 那么为的是要去看 上面的树洞里面 有没有积水 以免有并没闻之声 不过这样一个举动呢 又被人家抓到机会来酸他了 说他真是庶民总统 这个树是爬树的树 我想请教一下丽娜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瑜当市长 真的是很拼命 我连爬树他都爬上去 但是怎么 还是有人看到有话说 市长做什么事情 好像不被黑 现在也不太可能了 所以市长也讲了 这些黑韩的产业 应该可以上市了 大家已经这样蓬勃发展起来了 那所以市长应该也很习惯 不过这个必须也要 跟各位讲 就是说 其实大家从一刚开始看到 韩市长穿着青蛙装 然后到下水道去 从以前到现在的高雄市市长 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过 那但是这一次下去之后 我们看到 整体在下水道的状况 也就是让我们所有的 这些市民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怎么会 这个地下的情形是这么糟糕 那个土淹淹淹淹淹到 一个2.5公尺高的这个香海 可以只剩5公分 所以像这样子 下水道没有好 你不可能说 做再多的制洪池 会有制水的作用 所以也不过就是一个 基本的工作 基本的一个 必须要清淹的一个动作 高雄市就必须可能要花三年 才有可能把它处理好 所以当我们在讲说 这个下水道的问题的时候 很多的民众就 从1450的这个讯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打回来的讯息 竟然讲就是说 谁说的以前都有在清淹 以前都有在做 那个下面的状况是乱说的 那这个还是会有人会相信 这实在是一个 很特别的状况 就是说高雄市水利局 已经把所有下水道的状况 都拍出来给民众看 所以有在清淹的状况 都拍给民众看 但是还是有人相信说 那个是假的 那以前在这个陈局的任内 都是有亲 那是真的 但是事实是刚好相反 所以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 我发现只要有1450的存在 很多的事实 还是没有办法被民众所相信 那这一次的这个爬树 大家现在也都看到了 爬树是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登革热的疫情 在这个前阵的那个 这个区域里面 又发现了有二型的 这个登革热产生 那市长非常的忧心 因为以前我们都发现是四型 如果四型跟二型 到时候有一个交叉感染的状况 可能会有出血性的登革热 就会导致有生命危险 所以为了要防止这一些 二型跟四型 不要把它混合的时候 所以市长就特别的 去做了一个示范动作 为什么 怕这一些树的上面 树屑也有可能有积水 这些才是有漏洞的地方 如果在高雄市 连这么小的细节 都可以做得好 那我们的登革热防治 就会没有问题 所以市长今天这样子 伸手非常矫健 爬上去之后 要做的这个动作 就是告诉所有的市民 我们一个地方都不能漏掉 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其实还真的是 在看到韩市长爬树之前 我还真的不知道 原来在树顶上的树洞 都可能会有防疫的漏洞 君君怎么看 对 我本来也不知道 而且其实我一直都蛮担心 市长的身体健康 不过今天看到他这样子爬树 我就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他还是这么的矫健 不过我要说1450 这个黑韩产业链 其实我觉得是 上梁不振 下梁歪的一个结果 你看我们的院长 都可以去剪影片 做这种抛弃人格的事 不过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真的有用 所以1450们真的有用 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小事做不好 就会出大皮漏 那我们相反过来 如果小事能够做好 那是不是也展现了大能力 所以我觉得现在韩国瑜市长 就是这样子 轻淤铺路 很多人觉得是小事 可是当我在跟高雄的朋友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他是不支持韩市长 可是他觉得 他是认同这些事情的 那我认为韩市长 只要再经过更加的努力 这些人其实都会回来的 而且我们看每一次 韩市长的民调 加上选举出票的结果 每一次都是 这个选票都是比民调 再高出很多 所以隐姓的选民是非常多的 然后1450们 千万要确保韩市长当选 因为这样子 你们的工作才可以长长久久 这样讲好像君君的分析 也不有一点道理的样子 不过 柯文哲是不是真的要选总统 因为他太太在脸书的po文 好像透露了循迹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庶民大头家 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昨天在脸书有感而发 他说最近柯文哲在外线市参访 频频被问到选总统这个议题 我一直跟他这么说 觉得可以帮人民 过更好的日子 那就去吧 你在什么职位对我没差 尊重你的决定 这一po文马上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柯文哲要选总统了 有志哥怎么看 佩琪姐要学我们加分姐 我觉得那个起手是不对 那没有什么梗 而且里面索然无味 加分姐很有梗 加分姐好歹会想个洗衣服 到现在还在讨论 都会觉得我们韩市长要选总统 原来还要洗个衣服的 可是你觉得这段话 不觉得索然无味吗 没什么梗 因为很多政治人都说 我要回家问我太太 可不可以选 但是太太已经说可以选了 尊重你的决定 连郭台铭不是也是吗 也是来个 要他的那个真心赢决定 可是我觉得还是 这种加分姐有梗 西姨无论梗 真的是超有梗 可是这样子的梗 你们能不能帮他做起手事 我觉得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力道科研 其实事实上 柯文哲的团队 一直都有存在这种问题 这自我感觉会比较良好 固然柯文哲 还是有他的名气在 但是他的名气就不究竟 等于可以他直接挑战国民两党 因为其实韩市长跟蔡英文 代表的其实就是国民两党的背后 不只是蔡英文的个人魅力 韩市长的个人魅力 其实后面还有党 柯文哲你的个人魅力 有强到足以挑战他们两个吗 光看佩琪他的起手事 我觉得就在文权操作上 就没有那个力道可言 再加上我觉得很多事情 要以鼓为敬 可以明德师 你自己想想看 当年还记不记得 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他的对手 是宋楚瑜 宋楚瑜 如果以宋楚瑜来讲 像脱党或者是武党 自己那种身份出来 我们回想看看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那个时代 宋楚瑜尚且赢不了 那时候的陈水扁 你自己想多年后 20年后 现在的柯文哲 人气有赢过韩国瑜吗 没有 现在的柯文哲 他的实力有赢过宋楚瑜吗 没有 他的人脉子弟兵也没他那么多 宋楚瑜你还记得 子弟兵是宋比较多 宋那个时候几乎如果他 我们那时候会想说 如果宋楚瑜当选之后 八部二会没问题 但是开吴文哲当选 你觉得他行政院长跳得出吗 光一个行政院长就好 没有班底 没有班底 没错 连一个华山 那个统市长都跳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对 要安排的人好多 他可能要白绿合作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压力会很大 看不出来他有选总统的可能性 但是他看意就好 看起来他的幕僚人数没这么多 但是看起来似乎是蛮想选的 因为最新的消息是说 9月1号很可能就会出来宣布要选 不要选我们记者节来宣布 就刚刚好 反正他跟记者关系一下 就是很紧张 记者可以先休息 那天不要报 同时9月1号也是给记者题材写 我一直认为柯文哲就是会参选 因为今天这样太太太座都既然讲话了 我觉得过了太太这一关之后 柯文哲可能这个如吃定心丸 或者是说他透过陈沛琪 直接就是糟糕大家 因为在韩国瑜出现之后 他就曾经在出现之前 他就曾经讲过 如果韩国瑜是代表国民党 出来参选 那会大大增强他参选总统的意愿 所以才会大家再看 蓝绿的人选各自就位之后 现在是不是白绿蓝 加上柯文哲 撒嘎都 当然再加上是不是还会有第四个人选 以现在最可能情况就是 柯文哲 蔡英文和韩国瑜 所以柯P他是属于 抱着精英主义那种政治的心态 而且韩国瑜何况是以前 他旗下的北农的总经理 如今被人家扶龙 一路扶到要选总统了 你想这口气柯P验得下去吗 那种精英政治的作祟的情节之下 万一一个中情力都可以 这个参总统我怎么不能选呢 所以一拼高下 所以我还是认为柯P 不管9月号 因为开始传的是8月15号 好像是感觉好像要起义还是干嘛的 8月中 现在延到的记者节 不管是8月15号还是9月1号 我觉得等待柯P宣布的情况 氛围已经成熟了 可是柯P出击 国民党现在已经确定是 韩国瑜要出马来 角逐2020了 那么他也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才透露出 他怎么选择副手有一些条件 包括这个人要有国际观 要懂财经 而他也大方的宣布 如果任何人当了他 韩国瑜的副手 绝对是史上最大程度的授权 那我想请这四位来宾 想一想 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觉得谁最适合当 韩国瑜的副手人选呢 我们是不是请大家 马上把你心目当中的 人选给写下来 对 我们等一下 广告过后 来帮大家揭晓答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韩国瑜接受专访的时候 透露了他对副手开出的条件 要有国际观 而且要懂财经 我们要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 来猜一猜到 最后谁会成为韩国瑜的副手 我们请大家揭晓答案 张善政两票 郭台铭两票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其实我认为张善政跟朱立伦 都是财经界的翘楚 我也觉得说张善政跟韩国瑜 更有最有默契 所以你看他之前 不管是在跟韩国瑜的互动 或者是有些政策上面 帮韩国瑜肯定按赞 帮他说话还假 两个互动看起来很融洽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跟韩国瑜 而且张善政他的作为 他有不分蓝绿 真正跟韩市长爱语包容 我感觉是如出一策的 我跟他君君点头如倒上 对 而且张善政 其实在企业界待过十多年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的农云年金 他的投报率才2 3% 那太夸张了 我觉得张院长可以帮我们改善 丽娜似乎是很希望 国民党大团结 对张善政可以当行政院院长 他当过了 还可以再继续当 因为他是很适合的行政院长的人选 对不对 郭台铭的话 他就是有国际观又懂得财经的 第一个联想的一定就是他 对不对 最符合条件 最符合条件的人 其实韩国瑜他就是开出了一个 符合郭台铭的条件 希望他可以大哥回来吧 而且我相信 如果这个正负的这个人手一出来 一定就是强大的母鸡 可以让国民党的立委 深具信心把这场选战打得漂亮 因为最强 最有票房信引力 所以丽娜你一定很贵的地方 其实这个人家也尽量 对